明牌會在JC Whitehouse 雖然世界盃開羅 但TVB都特別準備了兩套電視劇集 希望可以搶修士 之前播放的《談情雪岸》 現在最高的修士已經到36點 而另一套由馬俊衛子院的蒲松玲 播映了一個星期 大家的口碑都不錯 說到馬俊衛 很多人都知道他打算在明年結婚 究竟他身邊的女朋友是誰呢? 大家都說他跟馬俊衛交往已經七年這麼久 為什麼交往這麼久 一班記者又不知道呢? 究竟馬仔是否真的打算結婚呢? 不如一起娛樂CSI 謝謝 馬俊衛自從2005年回到TVB之後 就成為了TVB的福將 由於他拍很多電視劇集 成本都是非常之低 但修士非常之好 好像鐵血保鏢和匯通天下 然後令TVB真的很喜歡馬俊衛 逢要面對大挑戰的時候 好像現在世界杯一樣 當然是推馬俊衛出來 因為大家覺得他是收視保證 最近又會播放馬俊衛的電視劇集 蒲松玲 很多人都會覺得馬俊衛在以前 逢他跟他傳過緋聞的女朋友 通常都跟他反面收場 包括有蔡兆芬和郭倩尼等等 每個人都會覺得馬俊衛的人 是不是實在太奇怪呢? 所以搞到跟他傳親緋聞的女生 都會跟他反面 亦很多人都說 由於馬俊衛是來自潮州 非常之大男人 而且每個人都知道他的脾氣很古怪 所以沒什麼女生敢黏過去 不過最近宣傳普叢林的時候 就看到馬仔高調地談及他女朋友 他就說跟他的女朋友已經交往7年那麼久 他的女朋友叫做Vivian 亦打算下年結婚 但是暫時還未得到 他的未來外父Vivian的爸爸的批准 所以去年下年是不是真的可以結婚呢? 都是一個問題 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他跟他現在的女朋友交往7年那麼久 為什麼記者不知道呢? 其實這位Vivian是他的舊情人 其實7年前他們兩個開始拍拖 但在中間的確是分手 由於Vivian受不了馬俊衛的脾氣實在太大了 跟著之後他們兩個和好如初 現在好之後兩個的感情是非常之好 馬俊衛亦都說自己的脾氣的確是很差的 但他不知道為什麼這位女朋友 永遠都不發他脾氣 不過有時候因為他要面子 明知自己錯都要繼續拗下去 他女朋友每顆聲音都不出錯在一邊 他說事後當然他會認錯 但是他說他覺得他的女朋友的確是沒有公主病 所以非常之愛他這樣說 其實他這位女朋友的確是不簡單的 因為這位女朋友原來在尖沙咀開紅酒店 而他買的紅酒是批發給君月酒店的 每一瓶紅酒買成2000元的 全部都是高價貨來的 所以他的女朋友其實都是事業型的女性來的 經常都會飛去法國買不同的紅酒回來 在事業方面非常之成功 自己還有物業 至於Vivian的爸爸媽媽自己做貿易生意 其實他爸爸在尖沙咀有很多店舖 而且還有很多物業 加上新家五千多六千萬 所以他這個女朋友是一點都不簡單 所以才可以跟馬俊衛一起這麼久 也說到馬俊衛接下來如果真的跟這位女朋友結婚的話 大家都會繼續在事業上面拼撲 由於他的女朋友又不用他養 他自己的事業又非常之好 所以他們兩個才打算結婚 由於馬俊衛亦都很喜歡這個小朋友 所以他就不排除一結婚之後 立刻打算做這個老爸 不過他都說暫時還未得到未來外父的批准 所以還要等多一陣 可能因為怕馬俊衛的脾氣都是一般的 因為馬俊衛自己都認自己很大的男人 所以選一個女兒給他的確要擔心 不過很多知情人士都說 其實馬俊衛這一陣子的脾氣已經好很多了 比以前的確不同了 所以才可以跟Vivian維繫到這段關係 希望他們下年真的可以結婚 因為都已經拍了很久了 希望他們真的可以開花結果了 我這麼久,是時候白鑽公投 今天白鑽公投的題目 我想問你,你信不信馬俊衛真的會在下年結婚呢? 你可以將你的意見去到白鑽娛樂的網站 click到討論區,將你的意見發表 明天一班珠光小姐就會去到感受中華 因為明天會有美麗進展感受中華攝影大賽 如果你是攝影的發燒友 記得帶上你的相機 去到感受中華幫一班珠光小姐 拍下他們最美麗的一面 但如果你不是攝影的發燒友都不要緊 因為我們有現場的遊戲 也有我們ERT的一班藝人去表演 所以保證大家一定可以有一個很愉快的下午 明天我們會在感受中華2時半開始我們的節目 希望明天可以見到你